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总统的 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接受台式独家专访 畅谈当前的国际情势 特别提到美国提醒中国 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而对于不分区立委名单的讨论 还有赖萧沛是否成行 更多详细内容也请锁定 今天晚上八点钟 台式新闻台将有一小时专访 完整播出 这张照片是我立委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忘了在什么地方 看着多年前 充满回忆的旧照片 副总统赖清德很有感触 接受台式新闻独家专访 谈到当年和萧美琴 相遇相似的那段往事 他第一次回来 从美国回来 来到神学院 因为他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 是 所以我们就去欢迎他 我们去欢迎他 那时候就第一次见面 是在那个场合 就是年轻啊 然后很漂亮啊 然后充满了 理想性啊 而且也有活力 讲起话来 又挑不问啊 然后就是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一直都是 大家很肯定的对象 从第一印象 到后来成为国会的同事 赖清德对萧美琴的表现赞不绝口 赖萧佩这个最强组合 支持者们都引尽期盼 而正如火如荼讨论中的 不分区立委名单 关于人选 赖清德也首度松口 那我们的确 有收到这个公益团体 推荐竞捐基金会的执行长 林月琴女士 来担任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委 那这部分 我们提名小组也很重视 那我们最后会在 礼拜三的中职会通过之后 才会做最后的确定 从副手到不分区 再谈到即将登场的拜席会 美国呼吁中国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透过专访赖清德畅所预言 完整精彩内容 就在周二晚间八点的 台式新闻台 这个综合报道